一个可以将地球毁灭500次的国家灭亡了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红旗从克林姆林宫上空落下 取而代之的是三色俄罗斯联邦旗 大国崩溃 帝国黄昏 每当历史走到如此地步 都有太多细节值得我们去反思 苏联的崩塌枪炮无声 不开枪成为了军方的一种情绪 没人愿意下达这个命令 即使下了这种命令 也没有人愿意去执行 为什么苏联会在那个时间 以这种方式崩溃 作为帝国黄昏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 写成了70万字的苏联解体亲历记 带我们回到那个动荡多变的年代 看帝国如何被自己一手打造的力量所吞噬 它几度想挣扎着浮出水面 但最终仍被脚上的镣铐拖入深渊 苏联解体亲历记 被多国学者关注 衍生出众多相关研究文章 豆瓣评分8.6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在镜子中看到过去 还有不可预测的未来 好 好 谢谢大家